嗨 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什么植物呢 我觉得这个植物是蛮特别的 应该也很少有人看到它开花 就是什么植物呢 就是迷你火龙果 各位可以看眼前这一颗火龙果 这个迷你火龙果正在开花 开了一朵好漂亮的花 其实它前几天都陆续有开一些花 像各位可以看 这一朵是已经凋谢了 然后整个已经垂下来了 还有这一朵也是已经开过的 都是往下垂都凋谢了 然后还有这一朵也是开过了 也是往下垂 那还没有开完的迷你红果 不是苗是那个花在这边 各位可以看这个是它的花 然后这个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今年是开非常多的花 让我相当惊讶 我记得去年只有开两三朵 那今年我看开了不下十朵 那现在各位实在是很不错 刚好可以看到正在开 因为一般仙人掌类的 都几乎都在晚上开花比较多 白天很少看得到 那算是蛮幸运的 然后上一次有一个已经开完花了 然后它已经有结这个果实在这边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果实 已经越来越大了 它就是花凋谢以后就会像这样 会有到时候会长出一个果实出来 它的花算是中小型花 不是非常的大 那 看起来是不是很鲜艳 类似白色系列 那这个是我去年买的 也养了应该至少半年以上 那觉得好像效果不错 像我是挂在这个菜园这边 然后养也是蛮好养的 也没有说花很多功夫在照顾它 只是说有时候就要浇浇水这样子嘛 反正类似这种迷你火龙果 就蛮简单种的 实在是很难得看得到它开花 我想说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 这种迷你火龙果开的花 我说今天特别带大家来看一下 最近应该陆续都会开嘛 那这个还有好几朵还没有开完的 那我想说过一阵子 如果说花凋谢了果实出来的话 我们就再来为大家介绍一次 看它结出来的果实长什么样子 今天就先暂时看它开出漂亮的花出来吧 好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